国内接连出现MISS C个案 不过感染科医师黄玉成观察到 国外发生MISS C个案 以8到10岁的孩童叫常见 但是在台湾 却是5岁以下的个案占比 超过了半数不太合理 怀疑有可能是被过度诊断 另外医师江冠宇 引述了知名的自然期刊 研究内容指出 打过3剂疫苗的Omcron患者 对着喇叭状的收集器 唱歌喊叫30分钟 透过细小气溶胶释放出来的病毒 RNA可能是感染Alpha 或是Delta病毒患者的1000倍 哇很棒耶 小朋友接连去打新冠疫苗 毛起来拼防疫 不过医师黄玉成观察到 国外发生MISS C个案 以8到10岁的孩子较常见 但台湾却是5岁以下的个案 占比超过半数不太合理 他推测5岁以下的幼儿 容易面临不少病毒感染 写小版偏低或是甘指数升高 是常见的表现 他认为这些通报为MISS C的个案中 不纯然都是感染新冠肺炎 有可能被过度诊断了 不过也有其他感染科医师这么分析 黄玉成医师也点出 儿童重症通报的另一个问题 如果确诊通报时 只有发烧流鼻水等症状 几天后才发生笑吼 因为目前没规定要补通报新症状 因此担心MISS C以外 其他重症比例可能会被低估 除了儿童重症问题 备受关注 医师江冠宇 引述知名的自然期刊 也就指出 打过三剂疫苗的Omicron患者 对着喇叭状的收集器 唱歌喊叫30分钟 透过细小气溶胶 释放出来的病毒RNA 恐怕是感染Alpha 或是Delta病毒患者的1000倍 既然是模拟餐厅的环境 那比飞沫的颗粒会更小 所以它能够飘向更远的地方 所以有可能 你跟它是不同桌 你有可能也会被传染到 医师江冠宇 根据研究常调 即便接种过三剂 但如果染疫后 在密闭环境 呼吸说话 咳嗽或是打喷嚏 对他人来说都是威胁 得特别注意 这送不到